另外美国总统拜登指控哈马斯 在突袭以色列的时候强奸妇女 而且人还没有断气就动手肢解 行为令人发指 可是哈马斯否认到底 形容这是在引导舆论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指出 过去的几天 生还者和目击者诉说了自己的经历 而这一些都是超乎想象的残忍 包括女性被多次强奸 活人肢解 还有亵渎遗体 他形容哈马斯在妇女生前 对他们造成了最大痛苦以后 再杀害他们 总统要求国际组织和公民社会 必须谴责性侵恶行 至于以色列司法部也表示 一些受害者遭到虐待 强奸 活活烧死和肢解 不过哈马斯否认了性侵指控 谴责拜登试图污蔑哈马斯成员 而且和以色列蛇鼠一窝 误导舆论 掩盖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 在加沙犯下的战争罪 同一天 拜登也把停火协议告吹的责任 怪到了哈马斯的头上 指控他们拒绝释放年轻女人制